这就是我对蔡教授的整个看法 真是一个比宋楚瑜还要会 我们不会像这个 某人说要娶他嘛 对不对 所以他最喜欢动物你知道什么吗 完全不行 禅不忍睹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清大博士生何昆萱 今天很高兴来采访一位张宗杰先生 为什么想要采访他 因为线上的观众朋友都很想要了解小英的故事 刚好他过去跟小英就是一起在做事情 那想问杰哥你们当初是怎么样一起接触一起做事情 是在哪个地方 话说1992年我那时候刚好考上公务员 进入了公家机关 那时候小英呢我们都叫他蔡教授 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就是推动台湾加入这个GADT 也就是关税际贸易总协定 那时候用的这个名称呢叫做台澎金马 独立关税领域 因为国际的处境 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呢 是非常的艰苦艰难的 我们既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很多的国际组织也都 陆续的退出在走图无路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经济的成长却是亚洲四小龙的第一名 那时候的经济成长几乎到了这个两位数 贸易成长也是两位数 我们是全世界排名出口 曾经到这个十几名的情况 不像现在已经到了20名 所以那个时候国家整个是钱可以淹角木 然后另外美国呢 也就是美国跟我们的赤字很高 我们赚了美国太多钱 然后很多的产品都是made in 台湾 所以美国人就认为说我们的贸易赤字要改善 所以启动了很多跟美国的谈判 比方烟酒谈判 然后鸡肉谈判 猪肉的谈判 有很多的谈判呢 就陆续的进行 可是这些进行呢 并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 美国就希望说台湾干脆直接加入这个 关税纪贸易总协定 这个国际的一个经贸组织 但是台湾那时候了解这个国际经贸组织的人并不多 所以大家就开始打探 就发觉说有一位叫做政大国贸所的教授蔡英文 他是非常留这个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 但我们那时候很多当初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大佬 像说肖万长 姜炳温 许科生 以至于现在的这个工种的秘书长 这个蔡炼生那时候是组长 他们那时候就认为挖到了宝 这个不得了 这个因为他伦敦政经学院欧洲那时候 参加了很多组织 然后学这个台湾呢 法律的学这个国际经贸组织的不多 找来找去 哇 恐怕只有几位而已 寥寥可数 但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学历是真是假 就聘请他为顾问了 我们那时候叫法律顾问 那做的一件事就是将我们 陆会所有的研究的报告呢 日内瓦 我们总部在阶梯的总部 在瑞士的日内瓦 所以日内瓦如果秘书处 有任何的国际的报告组织的文件 陆会的这个谈判 法律的谈判的教授 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想到 他的学历到底真是假 不知道 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承办人员 但我只知道我们很多英文的 自持稿啊 或是次长要去日内瓦开会 工作小组会议 总理事会 或是一些好的理事会的 都是要经过他的 帮我们炒你写 写好之后呢 然后这些次长就可以照着来 来讲 真是人如其名啊 你当选之后 你连英文都写不对 你的语言能力也有问题 你看到你调念 泰王的这个调文里面写什么 你China你写成 那个A写成1呢 这是文字上你就写错了啊 那你不是这一点呢 你对了美国商务部的来访的人 你说什么 你说我的中文很不好 你用英文讲 他讲什么 I have problem of saving Chinese language 请问哪一个外国人 会用这个英文讲的 这文法是完全不对的啊 你讲中文有问题 你讲英文也有问题 你再看看 你在点亮台湾 你这四个字 这是你的祝贺词耶 你这祝贺词 你四个字都错 你还敢讲 你还敢讲我们的韩国语 什么金金语 你这三个事情 在证明什么 你的语文能力有问题 以前陈水扁都不敢这样子呢 所以你的思想有问题 你的记忆有问题 你连的语言都有进行 可是呢他的这个中文真是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惨不忍睹 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他的学历有问题 但到目前我还是搞不清楚 只知道他中文很不好 中文很不好 然后很多中文 他都简短的写一写就好 但是英文他可以长篇大论 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个 对他基本的一个想法 性格方面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探讨 总统人的性格 那以前的性格跟现在的性格 其实杰哥看得很清楚 因为你知道他以前是怎么样 跟这些员工一起相处 但是他现在好像 有点被外星人绑架的感觉 对 你这个形容太好 真是外星人 外星人就是有点沟通不良 叫外星人 各讲各的话 我相信一定是当初找他来当我们 这个行政部门的英文顾问 法律顾问的这些国民党的这些 高层一定是后悔不已 但是话说 以前他真的是没话讲 我举例子来说 我们那时候在办公室里上班 常常要加班到九点十点才下班 因为那时候经济起飞 然后大家的文件 要读的文件非常多 要写的报告非常多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科长 我们都叫徐班长 他带领了大家 九条好汉 专门就是冲 加入WTO 加入入会 日夜加班 三不五时就到我们办公室来 溜达一下 有时候甚至我们加班到很晚 然后想要去吃个宵夜 可是蔡教授总是微笑以对 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 他心里想什么 只知道他就是点点头 微微笑 然后我们要答应他 想要问他要什么事情 他能够简单的两三句话 就回答我们 我们觉得这个教授话不多 能够很简短的 能够解答我们的问题 然后也能够配合政府 配合国民党 能够处理很多事情 我们觉得这个真是 忠贞的国民党党员 虽然后来他也不是国民党员 但是我相信当初提拔他的这些 这些国民党的这些干部 但是哪想到现在弄了一些反渗透法 我相信现在的工总的蔡秘书长 一定是悔不当初 当初没有看清楚 所以可能反渗透法 一弄下去之后 很多工商业的大佬就开始挫一旦了 当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情况 但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心里 有苦难言 也就是说他当初不动声色 然后能够把事情办很好 但是心里的话 总是不会把心里所想的 把它透露出来 那时候对中华民国也好 对台湾也好 对台风金马也好 或是关税的这个名称 中国台北 或是中国台湾 其实你都没有看到他真正的一个立场跟表达 他也是不动声色的能够藏在他心里面 这就是我对蔡教授的整个看法 真是一个比宋楚瑜还要会藏在心里的大内高手 就是面具有很多层 其实你看他的外表 看不出来他的内心想什么 对 感觉他就是只可远观 不可泄万烟 我们不会像这个某人说要娶他 对不对 波特王 对波特王 我们不会说这种话 非常对他大不敬的话 对但我们会称称自己的精良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会把自己的心理 常在心里很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来实践 所以他最喜欢动物你知道什么吗 蔡教授最喜欢蔡英文最喜欢 猫 其实我觉得他有猫的个性 所以猫有时候不动声色 瞬间就把猎物取到囊中之物了 那我感觉他有这种特性 我不知道是好是坏了 判官们看官们自己去判断 就是过去培养他很多国民党的这些长官 完全有点后悔莫及 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事情是 就是因为过去 杰哥他是蛮支持蔡英文的 但是有一次他们见面 然后是说问杰哥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对 然后在2016年其实有承诺 就承诺一些身心障碍者一些可以做的 但是后来跳票了 之前他还没有选到总统之前 蔡英文他是有全省各大的社福团体的去拜会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社福团体的时候我有参加 然后我有跟他讲说声音障碍者的困难 就是包括了无障碍环境 没错 齐楼没有整坪 第184也缺拔 然后另外餐厅很多餐厅也进不去 我有告诉他这个苦衷 那他当场呢就感觉感同身受 不像现在完全不理我们了 那时候当场我记得 他有跟那个陈杰如委员 那陈杰如委员是第二次要连任 立法委员不分区的 他有跟陈杰如委员说 这样子啦等到我当选的 我找行政院的副院长 专门把你们身影障碍者的问题 定期的开会来解决 可是后来我发觉他当选之后也没有 没有真正我们那个身影障碍者问题 还是原地踏步 那甚至这次你发觉开倒车 立法院的这个不分区的身障委员也没有 那只有我们这个国会政党联盟 非常小非常小的党呢 在提名我们身影障碍者 然后来变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所以有点可惜啦 以他的现在的身量跟现在他能做的 我觉得他是做得到 但是没有真的同理心去做这件事 我是有点遗憾 所以才说是可能被外星人绑架 对啊 所以外星人不觉得他现在越来像外星人吗 我们要跟外星人沟通是不是有点困难呢 然后大家频率也不太对 然后大家的那个好像要找到外星人 恐怕要要穿越时空 要穿越时空 可能要到什么另外一个空间去 第五度第六度空间 所以要沟通的困难 那我真希望我有心电感应 能够跟大家感应到 然后能够他给我们一点承诺吧 能不能找这个陈其迈 他当选陈其迈的时候 来跟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让我们身心障碍者能够无处退休 能够领到劳保金 然后另外也能够让我们身心障碍者医疗 能够就是无障碍的这个抚去 能够在医疗用到 然后保险能够保得到 住院保险 住院能够超过28天 这些都是身心障碍者所需要的啊 我想问像杰哥过去跟那个韩国瑜先生 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吗 也不认识 对 然后你第一次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一个会议吗 就遇到他 对那时候是在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 真正蓝跟绿的这个色彩了 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 希望这个总统候选人 希望各政党的时候 能够提出一些身心障碍者的政见 议题 那甚至他如果愿意把我的政见拿出去用 我也鼓掌叫好 拍手欢迎 因为我的用意就是救世不救人 真正为身心障碍者 为这个苦民所苦 来帮助大家 我发觉韩国瑜在这方面还蛮有同理心的 他愿意收了我们两条 他收了两条 那就是说我们五十五岁退休 然后领到劳保的退休金 然后另外南北的这个无障碍的环境改善 资源多给中南部的身心障碍者的朋友 然后改善七楼无障碍巴士这些问题 我觉得韩国瑜当场就隐落 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其实我就是想要让 不管是蓝不管是绿 都能够真正的关注落实 所以我最近就提出来 因为我对他们非常失望 不管蓝不管绿 这个小的党 然后自动 那个等于是说 努力的来达成 所以我有一个口号就是 关注落实 大党不过半 小党马上办 像我们这种国会政党联盟 就是小党 尤其是大家可以摊开来 仔细的看 很多小党里面的都是专家 都是关心弱势 然后有身心障碍者 像我本身身心障碍者 我就是非常专注在身心障碍者这一块 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着这个 是需要暖心的 需要更多人来关注落实 因为人生苦短 人生是非常的短暂 那能够关心这个落实 是何等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是呼吁大家 这一次非常的关键 打票呢 多投给这些小党 如果你不嫌弃我们这个政党的话 基于人道主义 基于关心弱势 可以给我们这个国会政党联盟 尤其支持我张忠杰 我是一个坐轮椅 重度的障碍者 但是我头脑还不差 可以帮大家关注弱势之外 也能够关心这个经济问题 对啊 那我觉得可以来发挥我的这个 才能 天生我才 必有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选人要选一个 比较有同理心的人 千万不要选外星人 因为这样你们就没有办法沟通 你们是站在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频道 对不同的频道 所以就感谢我们今天 可以访问到这个 小英的老同事杰哥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